常約給動Yuka Chiki 喊喊喊喊喊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na 今天呢 跟你們分享的是我的雙11戰利品 就是上一次雙11之後我又亂買的東西 今天呢 這支影片的戰利品大部分都是毛衣 然後我這一次買到的毛衣品質超級好的 我就是一邊拆包裹 一邊這樣 竊笑 首先呢 我想先跟你們分享一個小印章 我怕我忘記 我先去拿過來 這是我放貨物清單裡面超級久的一款印章 然後雙11的折扣比較大 我就買了 這真的超級無敵 世界可愛的 先看它的這個盒子是有磁鐵的 所以它不是很容易掉 打開來給你們看一下盒子裡頭長這樣 東西呢 在這裡 C顆 世界 無敵 爆炸小的印章 是不是看不到 是不是快看不到 這是我的 哎 新寵物 唉唷 我也要超級無敵 世界爆炸可愛的 然後呢 我買這個印章的目的啊 它就是出門蓋印章的時候 讓人家夸我的印章 非常的可愛 沒想到 我真的第一天帶它出門 就被夸了 它超可愛的 都會超迷你的 好 先上完第一個小窩 第一件先來我身上這件超級可愛的 菠蘿上衣 這個是白巧克力 然後這個是草莓醬 這件毛衣 穿在身上就只有兩個字 可愛 它真的很上向 然後它的藍色也超級好看的 這個藍色不是螢光色的藍色 但也不是很暗的藍色 拍到起來很好看 然後也不會顯黃 近看給你們看料子 它這邊的藍色部分就是一般的針織毛料 然後這個白 然後這個白色跟粉紅色就是有點像熊熊的那一種 有點QQ的料子 整件穿起來是比較寬鬆的版型 然後也很舒服 它的毛料是不會刮肉的 厚度呢 穿起來是稍微偏厚一點的 第一件我就覺得超級無敵可愛了 好的 那我身上這件墨綠色的毛衣呢 它一樣是一件比較鬆軟的毛衣 然後呢 它的材質大概是有 89分 舒服 今天的毛衣 基本上都已經有80分至85分以上的高分 但是這一件呢 又更更更舒服 它的料子沒有很厚 但也不是那種很薄款的針織毛衣 我覺得是一件厚度很剛好的毛衣 就是如果是春天還稍微有一點冷的時候 穿它就很剛好 但又不會太薄 然後如果有點冷的時候 你裡面又可以自己加一些發熱衣啊 毛衣材質的柔軟度先擄獲了我的心 它有一些小瑕疵 我是完全完全可以當作沒有看到的 瑕疵的話大概就是類似袖子這樣 它會有一個沒有剪掉的一個毛線 但這個剪掉呢 毛衣也不會破洞 所以我覺得是還好 然後也是一件袖子比較長一點的毛衣 這邊的話是比較粗坑的針織 然後這邊就是比較沒有花色 非常好看 非常軟 而且可以蓋到屁股 基本上我挑的毛衣大部分都是可以蓋到屁股的 這一次還買了兩件比較長版的毛衣 然後這兩件毛衣 它們的材質真的超級像 兩件都一樣超級舒服 但是輸給綠色這件一點點 兩件的材質啊 都是那種 上面會有浮印小成毛的那種毛衣的款式 就是看起來會很柔軟 然後有一點像海馬毛的那種鬆鬆的感覺 然後這種材質的毛衣呢 就是看起來顏色會比較柔嫩 然後會有一點霧霧的感覺 這一件呢 它不是粉紅色 它是粉膚色 比較偏暗一點的顏色 毛衣的料質很軟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如果你綁一個腰帶什麼的話 這邊會變得很硬很皺 不好去收 整體的版型呢 就是比較寬鬆比較寬大的 我估計這個應該可以穿到L size 版型很正常 就是一個很基本很基本的款式 沒有特別的顯胖也沒有特別的顯瘦 另外一件是這一件米白色的 它不是純白的顏色 是稍微帶有一點點米色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好看 那這一件的版型它是一個大落肩的設計 然後在這邊的針織上面 有一點小小的花紋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就是這裡有多兩條比較不一樣的花紋 然後是凹進去的 因為是一個帽子的設計嘛 所以穿起來的風格會比較休閒一點 那尺寸跟版型的部分 我覺得也算是一個很基本的款式 我穿起來沒有覺得它特別的顯胖 然後它的那個材質一樣也是很軟的材質 就料子不是很厚的材質 但是也不是那種很清飽秋天春天的材質 這件毛衣我也超級喜歡的 我覺得它好可愛 重點是它也是非常鬆非常軟的衣服 你看它真的是軟軟鬆鬆的 超級舒服 厚度也是稍微有一點點厚度的毛料 很軟很鬆不會太重 是綠色跟這種咖啡棕色 還有白色的拼接 超級可愛的 有沒有 超好看的 我超級喜歡這一件的 穿起來就好舒服好舒服 這一件整體的色調 穿起來比較暗一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搭配上 比如說像帽子啊包包 就可以搭稍微亮一點的配件 再來我跟你們推薦一條 這個被我折得有點皺了啦 它是一條非常舒服的毛料針織裙 因為針織毛料的裙子 我覺得很難挑的原因是因為 有時候摸起來或者是看起來很舒服 可是穿起來就是會 時不時的去摩擦大腿的部分 但是這一條的料子 是完全一百分的料子 就是我走久走再久 我都不會覺得 它的料跟我的皮膚接觸起來 會有不舒服的狀況出現 顏色的話就是一個很好搭配的咖啡色 然後加上這邊有一排的白色扣子 所以穿起來的話 如果你上下半身都穿得素素的 就會有一個畫龍點睛的效果出現 那這一條裙子 它穿起來不是很貼很緊的包臀裙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如果你的骨盆比較大的時候 穿起來會看起來種種的 這一件可以非常放心的購買 這件我超級喜歡的 好的 那我身上這一件毛衣呢 應該是這一次裡面買到最粗的一款料子 但是我覺得它也沒有粗到不可理喻 實在就不是那種真的很舒服完全不會掛肉的料子 然後它 它的厚度呢也是今天這幾件毛衣裡面最厚的料子 所以它會比較硬一點 它沒有很柔軟 它穿起來是很上向的 整體的顏色配色也是很可愛的 它不會讓你覺得有過度的老氣 或者是覺得哪裡怪怪的感覺 就配起來很可愛很有精神 價錢也是這一次裡面最便宜的一件吧 如果你是平常習慣裡面再加一件衣服的話 這一件很OK 但如果你是跟我一樣細皮嫩肉 經不起瓜的話呢 就不要買這一件了 好 換這一件粉紅色的小雪球毛衣 這一件呢第一它的料子很舒服 但是我覺得它的版型並沒有非常的好 那它的價格應該是第二便宜吧 比剛剛那一件再多3塊錢而已 那它的版型小缺點呢 就是它這個 若肩的這個設計呢 裡面縫的沒有很順 你們仔細看 它這邊是有凸一塊的 然後兩邊都有凸一塊 所以你在穿起來的時候 看起來會稍微有一點撞 然後整件穿起來的話 整個身體相對的會比較 油那種圓圓的感覺 如果你平常比較喜歡穿那種 比較直筒一點的針織毛衣的話 我覺得這一件會看起來有一點顯胖 不太習慣 但是它的材質跟顏色呢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 然後領口啊 還有下擺的縫線 也都沒有什麼收不乾淨的地方 一切都很OK 就是肩膀這個版型 我覺得會稍微有一點現狀 看螢幕的話 那個粉嫩嫩的感覺 好可愛喔 這顏色超級可愛的 又出現了一件素色寬鬆的毛衣了 我就是很喜歡很喜歡這種版型的毛衣 然後這一件呢 它是一個比較 藍綠色的顏色 是一個比較特別 比較少見的顏色 顏色穿起來我覺得很好看 有一種比較偏中性的感覺 那它的毛衣材質啊 你們看是 就是 那種裡面還有混毛的材質 那像是這個地方 就是沒有好好的剪掉 但是剪掉應該 應該不會破掉 覺得這種衣服穿起來的舒適度 都不會比一般的真實衣服還要舒服 這一件的料子也是比較偏軟 穿起來會有些許的 混毛那種接觸皮膚的感覺 舒適度大概 也有80分吧 只是說沒有像剛剛的幾件衣服 就是這麼輕膚這麼貼膚 它版型跟顏色 我覺得都很漂亮很好看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也可以試一下 然後我還買了一條 一樣是格子的長裙 是毛泥的長裙 但是我還沒有穿 我待會穿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 它的版型如何 那這一款呢 一樣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 有做可愛的扣子 就讓你整體的穿搭 不會這麼無聊 然後這個顏色呢 是比較偏白灰 黑色的裙子 裡面的話呢 有做這種濕斷的內裡 它裙子的頭這邊呢 是沒有做到內裡的 所以我這樣摸起來的話 是覺得這個毛料 有一點稍微的刺刺的 腰這邊應該會癢癢的 看起來腰很細耶 不知道穿不穿得下 這裙子真的穿起來超級不舒服的 而且它真的還蠻小的 我後面是拉不起來的 這個地方我一穿上去 腰就開始瞬間的發癢 然後它的肚子這邊穿起來 會有那種骨骨的感覺 所以就是不要買啦 算是有一點小失敗的一件裙子 剛剛買了一件這個棉服 輪胎外套 就是 這件我還沒有穿去很冷的地方試過 所以它的保暖度 我還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 然後先看一下 我覺得它整個剪裁設計 都還蠻可愛的 也蠻實用的 沒有什麼太大不好的地方 然後它的縫線裁縫 也都沒有外露 就感覺起來是一件還不錯的 有那種很可愛的感覺 但是肩膀這邊不會一直滑掉 然後料質的部分 我覺得是還OK一般般 但是因為它真的超級便宜 它一千塊不到吧 人民幣一百 一百三十幾塊而已 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就是想說碰碰運氣 看能不能買到很好的 就可以推薦給你們 那它有一個小瑕疵 就是它這個拉鍊的地方 有一些棉有跑出來 就像這邊有一些裡面的 裡面的棉是有跑出來的 但是並不會很嚴重 就是稍微拉掉一點就好了 布料的部分是比較 有那種水洗的感覺 不是很光滑的表面 然後內裡的部分也都 還算是蠻舒服的 現在身上的這一件呢 料質的舒服程度 大概是99.9分吧 給它0.1分的進步空間 但是我覺得這一件就是 逆天的舒服 它的料質超級無敵柔軟 就是軟到一個 一個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厚度的話比較偏薄一點 在今天的毛衣裡面 然後版型的話呢 也沒有今天的一些真摯毛衣來的 這麼大件 算是一件應該會很多人 喜歡的毛衣版型 基本款的 然後它的料質啊 是這樣 看起來真的是有夠舒服 像熊 像毯子 對就是像毯子一樣的 一樣的料子 所以我打算再去買一個 深咖啡色的回來穿 它真的太舒服了 99.9分 沒有買到的話 真的很可惜 這一件呢 是今天裡面最大件 最大件的一件毛衣 但是這一件我那時候會買的原因 是因為我去年在同一個賣場 同一個 應該就是同一件裡面 買的這一件 是我去年最最最最喜歡的毛衣 但後來比較沒有那麼冷的時候 我就送給了我一個怕冷的姐姐 但我這次買回來的感覺呢 是好的 一樣是料質很舒服 然後比較柔軟的材質 但是我覺得跟去年買的好像不太一樣 去年買的再更厚 然後更鬆一點 可是顏色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很好看的 嫩粉橘色 也可能是錯覺啦 但是這一件的顏色 真的很好看對不對 但它真的很大件很大件喔 就是超大件的那一種 裡面可以再塞兩個小孩 都沒有問題的 超大件的 Man啊 來啦 你睡啦 叔叔 唉唷 我造型師呢 你是咧 播一下而已 就沒有播映久 播映見日 好那 這一件的料子 我覺得也是舒服的 完全不會刮肉的料子 大概大概 大概有八十 八十 九分好了 就也是蠻舒適的料子 這粉紅色真的超級可愛的 我現在一直看螢幕 然後一直覺得這顏色很好看 然後又想要講一些什麼 可是好像又講不出來了 好那我現在 我現在身上這一件呢 是我這一整個開箱開出來 那我現在身上這一件呢 是我這一次整個包裹打開之後 最不喜歡的一件 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 好奇怪喔 它的顏色就是沒有它賣場上面照片 那麼飽和 它是有點像 蛋花湯的顏色 這有點混色 不是一整塊都是黃色的 反正我就是覺得它的顏色很奇怪 然後它的版型也 蠻不討喜的 因為它這邊 這裡壓的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 它做了一個像這樣 卡進去 就它 它不是 就這樣兩片 它這邊還有縫進去 凹進去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這樣 這裡會有這樣 唯一可愛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袖子的設計很可愛 其他就都還好 我現在回去看它的照片 然後再看自己身上的這件衣服 我還是覺得它們兩個是不同的衣服 這件上衣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我超喜歡它這個袖子 這樣膨膨的地方 然後這件 洋裝呢 它是很特別的設計 其實正常的洋裝 不都是兩款拼接的嗎 它這兩個都是針織 你們看 就它這邊是縫 縫在一起的 然後這邊這樣縫下來之後 下面呢 就沒有上面這個白色的料子 就變成 就全部都是黑色的這一件 這邊有一點點小小的怪怪 就可能太開了吧 就這個肩帶的地方太開了 它這邊呢也是有做好腰身的 所以整件的話 就不用特別的細腰帶還是什麼 我覺得它的板型真的做得還不錯 就是這邊的地方有一點開 會很開嗎 還是只有我自己覺得很開而已 就是給你們自己去猶豫啊 不過它那個黑色的針織啊 很容易很容易沾毛 我現在身上已經是 我還沒有 實際穿過 已經就是飄滿了貓毛在上面 那今天的影片就 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應該沒有漏掉了 那還有兩件衣服呢 還在追加中 這一次的雙十一還蠻意外的 我都沒有等到很久的時間 沒有那種超過一個月之類的 我現在是大概半個月 就全部都收到了 好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讚 留言 訂閱加分享 如果還想要追蹤我的 更多即時動態的話 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微博 都歡迎大家加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